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今天呢,李老师想给大家分享一套 我自己最喜欢的甩手操 我自己在日常锻炼的时候经常做 这套操可以疏通身体经络 甩掉杂病 在甩手的时候可以让全身肌肉松弛 扩张胸肺,增强血液循环 让你的身心舒畅,气色越来越好 大家跟着我一起做吧 第一个动作,平甩 双脚与肩同宽,平行站立,呼吸自然 双手举到胸前,与地面平行,掌心朝下 手臂放松,让双手如钟摆一样自然地向后甩 甩到舒服的位置,再利用惯性把手甩回到胸前 双手轻松地打直,保持平行,五指微微舒展 甩到第五下,手往后甩的同时 双膝微微下蹲,轻松地上下弹动两次 至少甩十分钟 第二个动作,弯腰甩 两脚分开站立,上半身向前倾 双脚自然下垂,在体前做左右摆动的交叉甩手运动 幅度逐渐加大,连续做二十到三十个 这个动作可以活络整个上半身的肌肉 进而带动上半身的经脉和气血 第三个动作,前后甩 站立,肩松,两手臂下垂伸直于体侧 双手臂向前伸上抬,甩至头顶的上方 同时配合挺胸仰头 再将双臂返回前甩至下后方 同时配合伸腰低头 如此重速甩手七到十四次 前后甩手可以解除肩关节粘连 使前上举后身的功能障碍得以恢复 以上的三个甩手动作 我们可以早晚各做一次 这样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您没有时间 建议尽量在早上去做 这样做完之后 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洋洋的 不会疲惫 如果您在练习的过程中出现了头晕 胸痛,两臂酸沉这种现象 就表明运动稍微有点过量了 要适当的休息一下 那么也希望大家 每天早上起床后 坚持做一做这套甩手操 疏通经络 让我们一起甩出好气色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